今天台股無量上漲 這禮拜五真的要小心了 還有這麼多超跌股票裡面 只有這個族群 他有機會翻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資朋友好 我是飛行師中生 今天是8月12號星期一 台股市上漲了304點 成交量是說到了3800多億 今天的成交量算是說得非常非常的明顯 那當然 我覺得這跟在這禮拜四晚上 的數據一定是有關係 所以其實說如果說以這個禮拜來講 我覺得最需要特別去注意的 一定就是禮拜四跟禮拜五 當然說機會也會出現在禮拜四跟禮拜五 等一下再帶大家來看 那你去看 其實說以今天的盤面來講 這算是一個非常漂亮健康的輪動 上禮拜都是由台積電在帶 沒有錯吧 那今天台積電休息輪到鴻海跟廣台來帶 而且你看 我在上禮拜我其實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超跌的股票一大堆 但是真正他跌幅最大空間最大的 真的就只有一群而已 來我帶大家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個股 等一下再來 再來看大盤 來看鴻海 鴻海今天漲了5% 廣達 今天漲了快7% 齊鴻 今天一度漲了6% 雙鴻 今天漲停板 陳明電 今天漲停板 高麗 今天一度也是漲了超過6%以上 好 這些股票共同點在哪裡 鴻海 廣達 高麗 雙鴻 齊鴻 陳明電 這些股票有什麼共同點 他全部都是 GB200供應鏈 是不是 這不就我上禮拜講的嗎 我上禮拜就跟大家說 其實說整個盤面上超跌的股票一大堆 但是超跌有分嘛 打8折打7折打5折打6折 那真正能夠打到5 真正已經打到5折的 就只有GB200這一塊 你看今天整個盤面 百花齊放跟族群性最強的就叫做GB200 等一下我再來講 所以還是要跟大家講就是說在這個時間其實說超跌股票一堆啦 但是既然都 機會這麼難得 我們要賺就不會是賺什麼一根漲停兩根漲停 我們要賺就是要賺50%60%甚至翻倍的股票 好 等一下再來看我們先看指數 來今天加權指數成交量縮到了3824億 成交量算是縮得非常的明顯 那台股是上漲了304點 我們就單純看一下今天的單日走勢 其實如果說以單日走勢來講我覺得算是合理啦 開高之後小幅震盪已經算強了 尾盤小幅拉回來又再往上拉 整體格局算非常強勢了 那如果說單純以技術面來看我覺得今天壓回也非常合理 畢竟上面卡了月線跟季線 你說要一口氣越過我覺得難度還是比較高 所以可能還是會在月線跟季線上下稍微去做震盪 那OTC也是一樣 以OTC來講目前也是上方卡了月線跟季線 你說不管再怎麼樣 我覺得 還是會稍微去做震盪 再站上月線跟季線 他的機率會來的比較高 所以整體來講 其實問題不大 那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其實說現在的台股很簡單 市場唯一的憂慮就在於說 市場擔心美國經濟會衰退 沒有錯嘛 那只要說 市場對於說美國經濟衰退一律解除 那我跟你講 很多的股票都會漲回原點 包含台股也是一樣 至少23000點跑不掉 所以我就說從上禮拜我就一直強調 接下來最重要最重要市場最關心的 叫做經濟數據 不會是CPA也不會是PPI 所以我們還是簡單看一下 就像我講的市場現在最大的疑慮 就叫做美國經濟衰退 好 那美國經濟衰退 怎麼辦 只有兩個方式 要嘛聯準會表態 要嘛經濟數據持續亮眼 那我就講了嘛 要一勞永逸的方式一定是聯準會要表態 你說FED的包吳 他說 我會盡全力讓美國經濟絕對不會衰退 或者我一定會降息 讓美國經濟不會出現硬著陸 都好 反正就是要聯準會表態 只要聯準會表態 我跟你講 市場就安心了 因為說其實說 我跟大家說 以美國人的 感受跟想法來講 他們其實有一種這種心態 就是 會哭鬧的孩子有糖吃嘛 我現在就是要你降息 你現在就要降息 你不降息 我就讓股市繼續跌 有一點這樣子的心態出現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說 上禮拜跟上上禮拜 股市波動這麼大 明明就是小小的經濟衰退 股市波動怎麼這麼大 這有一點市場投資人在鬧情緒的感覺 你不這樣沒關係 我就繼續讓股市跌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 其實一勞永逸的方式 是聯準會一定要表態 那什麼時候表態 我不知道 但這有可能就是在8月22 全球央行年會 好 那在聯準會正式表態以前 就像我講的 經濟數據 它會持續影響到股票市場 經濟數據只要好就會大漲 就算經濟數據不好 它也只會小跌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在前一波 已經反映過美國經濟衰退這一塊 所以 簡單把整個邏輯再跟大家講一次 重點就在於說這禮拜 那這禮拜有什麼 有哪一天需要特別去做留意 因為這禮拜有CPI跟PPI要公佈 我覺得CPI跟PPI的重要性反而不會到這麼的高 你可以去觀察一下 應該這些數據出來之後 股市不會有太大的波動 那你說 CPI PPI 還有出零失業金 這些數據什麼時間公佈 我都有放在我的LINE裡面 免費的免費分享你可以自己加入去看 在我的LINE裡面的主頁 你可以加入去看 那我就說在這禮拜最重要最重要的還是在禮拜四 在禮拜四 因為禮拜四晚上8點半 台北時間晚上的8點半 有兩大數據要公佈 那這兩大數據它會直接影響到市場對於經濟衰退的預期心理 第一叫做 出零失業金的人數 因為我跟大家說 出零失業金的人數這個東西是每週公佈 每週 你說CPI PPI 非農 小非農 這是每個月公佈 只有出零失業金是每週 所以出零失業金 市場都會把它解讀成是一個領先指標 因為它的頻率是比較高 所以相對它重要性在現在就變很強 所以禮拜四晚上8點半要公佈 出零失業金的人數 還有 零售銷售數據 這兩大數據都 非常 非常重要 因為美國是以內需為主的國家 所以它的零售銷售 就會 直接去影響到說它整體的經濟狀況 所以其實說 在 這兩天很多人在問我 老師 你說經濟數據公佈後才去買股票 那如果經濟數據優於市場預期大漲了怎麼辦 就像上禮拜四 上禮拜四8點半經濟數據出來 優於預期 禮拜五台股就大漲 有什麼關係 就算漲上去目前還是在超跌區 一樣可以買 我就說了嘛 如果是我的做法 我會這樣做 這禮拜四晚上8點半 要公佈兩個最重要經濟數據 那經濟數據這個東西 我說實話嘛 你要怎麼去預估 經濟數據沒有辦法精準預估啦 只能預估一個大概而已 你說我要抓得很精準 很難啦 這個東西很難 所以我不想去跟他冒這個弦 我也不想去賭這個東西 我的邏輯很簡單 在經濟公佈 經濟數據公佈前的一天 就禮拜四 我先停看廳 我先不去買 我先不去買股票 我先停看廳 等到禮拜五 數據公佈完畢之後 如果優於預期禮拜五上漲 沒關係 反正他還是在超跌區 我照樣可以買 那如果經濟數據低於市場預期 跌下來這就更好了 我不就買得更便宜嗎 是不是 所以我跟大家說 不要去冒這個險 很多人說 那我就賭他經濟數據嘛 我就提前去買就好了 你怎麼知道他一定會優於市場預期 是不是 如果低於市場預期 跌個五六百點不是不可能 所以我就說 這禮拜的關鍵跟這禮拜的驚喜 還是在禮拜五 那我一樣會選擇說可能說禮拜一二三都可以買 禮拜四我就先停看廳 等到禮拜五 看狀況怎麼樣我再出手去買 你看喔像上禮拜 雙紅 有沒有 上禮拜五 帶我們的會員去買 今天不是也漲停版嗎 怎麼不能買 經濟數據出來我再買個雙紅 今天不是照樣賺漲停版 陳明店 上禮拜五漲停 今天再一根漲停 所以我跟大家說其實說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結果現在很多股票都是在超跌啦 你說不論說 上漲買下跌買其實都可以 他就是在一個超跌的區間 所以總之 加權指數 看法還是一樣 就是說 接下來他到底會怎麼走 吃的還是經濟數據 那我再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 就算 美國經濟真的衰退了 其實也沒關係 因為美國經濟就算真的出現了衰退的狀況 只要聯準會的降息幅度夠大 我跟你講 經濟衰退也只會維持一到兩個月而已 不要不相信 就是說假設說美國現在真的出現了經濟衰退 他的標 真的出現標準的經濟衰退 只要聯準會 正式降息 降下去 他這個衰退時間 頂多也就是一到兩個月 所以整體來講不用擔心 現在也沒有真的衰退 一堆股票都超跌 我就說 一堆股票都超跌了 你就是要趁現在買 你不用去怕震盪 不用去怕經濟數據會不好還是怎麼樣 因為一定會有震盪 你害怕震盪你只會什麼東西都買不到 是吧 所以 我們還是看一下 所以整體來講就以這禮拜 這禮拜的完成做法 我覺得禮拜一 二三都可以買 禮拜四我會稍微的觀望一下 目前是看 如果說禮拜四提前反應 先大跌了 也許我也會買 說不定 這就是及時看盤勢的變化 所以也簡單看一下 就整個 風險的狀況 其實說目前整體 都還OK 美元 美在黃金原油 跟VIX 唯一比較值得看的 大概就是 VIX 恐慌指數 因為以恐慌指數來講 已經跌回到了月線的位置 如果今天晚上或明天晚上 VIX再繼續下跌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算是市場恐慌情緒 正式完全解除 這對於股市來講絕對是好的 因為只要說 VIX恐慌指數 它回落的幅度夠大 就代表市場波動會開始慢慢縮小 慢慢縮小 回歸理性 所以總結來講我覺得說在這個時間 一堆股票都超跌 不管美國經濟 因為現在市場擔心美國經濟衰退 現實上就是沒有衰退啊 好了就算真的會衰退 他維持時間 頂多也就是一到兩個月 就這麼簡單 因為我跟你講啦 美國在今年年底要大選 總統大選前 你覺得他有可能讓經濟衰退嗎 不可能啦 如果真的出現衰退了 我跟你講 一口氣降個兩碼到三碼都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說這一塊是完全不需要去擔心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2330的台積電 就是說一堆股票真的都超跌了 因為只要市場擔心經濟衰退 他就會先預期說 這些股票的預估獲利會下修 預估獲利只要下修 他的合理價就會下修 沒有錯吧 但是如果最後事實證明說 經濟不會衰退 這些股票不就應該要漲回到 應有的樣子嗎 是不是 台積電不就應該要漲回到1000嗎 因為我跟大家說 台積電7月份的營收出來 基本上又更確定 2024的預估獲利 40塊起跳一定沒問題 如果說8月9月10月 單月營收都優於市場預期 搞不好 今年會拉高到41塊都說不定 如果說今年的預估獲利往上提高 就代表說2025的預估獲利也會往上提高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只要台積電反映到2025年的獲利 50塊的EPS 給個基本20倍本益比就好 20倍本益比乘上50元的EPS 這樣是多少 不就1000嗎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我就是台積電1000早晚會來 你說955900855800可不可以買 都可以1000元以下都可以去加碼 所以我的看法還是不便 就是說台積電 1000元以下都很便宜 只要買了1000元 都沒有問題 今天最高來到948 有沒有 就是發多激勵 所以台積電 也沒有問題 當然說今天比較強勢的 還是2317的鴻海 鴻海今天是漲了半根漲停滿 最後來到179 結果在上禮拜我就跟大家講 全值股一定會漲啦 鴻海也好 聯發科也好 廣達也好 台積電也好 現在都是在超跌區 很多人說 鴻海為什麼不漲 他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狀況 籌碼幹嘛的 他沒有任何的狀況 這就叫做輪動 就這麼簡單 就這樣 就叫做輪動 很多人都會這樣 說 鴻海網個一天兩天漲 廣達網個一天兩天漲 就要四處挑毛病 AI的ODM沒救了 蘋果手機即將要賣不好 扎七扎八利空都有了 其實說 這沒有什麼好 這沒有什麼好講的 這就只是 族群的輪動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上禮拜就跟大家說 其實整個ODM廠包含說 廣達 鴻海 他目前位階絕對都很低 只是短線上他受到美超微的影響 就這樣而已 但是美超微影響 這也只是短線上的 所以給他可能兩到三天時間去消化美超微的利空 消化完畢之後該漲了還是會漲 因為他目前就超跌了 所以你看 他在 以上 上禮拜來講 主要就是受到美超微的影響 這裡 有沒有 美超微在上禮拜 他公佈他的財報跟財測 單日跌了20% 就這一天 單日跌了20%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其實說 整個ODM廠都是受美超微影響 但是只要讓市場稍微去消化這部分的利空 該漲了還是會漲 所以你看今天包含像是鴻海 有沒有 179 2317的鴻海 今天漲上來了 238的光達 今天也是大漲7%以上 最高來到 260 收盤是收在 267 左右 甚至包含像 3231的 偽創 今天 有沒有 我就跟大家說 100以下都不貴 偽創他在明年2025年 預估會賺 大概6到6.5 目前來看 也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預估獲利這個東西 他是會變化的 有些 老師你上一次不是說 某某股票 預估獲利是多少 怎麼現在有變了 這是會有變化的 會隨著他的訂單 隨著他的單月單季半年度的營收 下去做增加或調整 像台積電好了 台積電在7月份營收這麼亮眼 創歷史新高 我跟你講 很多法人圈內部 可能外部不會公開啦 但是很多法人圈的內部 早就把台積電在今年的預估獲利又再調高了 可能說原本40現在變成40.2 40.3 之類的 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東西是會調整的 所以如果說以偽創來講 100元以下真的是不貴 我就說嘛 偽創在2025年預估要賺 6塊 6塊到6.5塊 以6塊到6.5塊來講 100元以下的股價 本益比才多少 不到15倍 非常的便宜 這個是非常的便宜 所以這些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以偽創來講 有沒有今天 漲半跟漲停 最高來到102.5 好這些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以權值股來講還是一樣 鴻海 200元以下 持續看好 2454連發科 最基本就像我跟大家講的嘛 一直跟大家強調 最差最差最差基本的門檻1200有啦 連發科 連發科今年預估要賺60塊 給個基本的20倍本益比就好 而且不是2025是2024喔 2024的預估本益比 給個20倍就好 不就1200嗎 所以1200元以下其實都不貴 都可以下去做切入 那包含像廣達也是一樣 廣達我一直跟大家講 300元以下其實都不貴啦 都可以持續下去找買店 只是因為廣達跟鴻海都是ODM 所以我帶我的會員買 廣達跟鴻海 我只會去買鴻海 我不會去買廣達 就同族群嘛 要嘛就是鴻海 台積電 那不會說鴻海加廣達 因為他就同族群 所以這幾檔都持續看好 那我在上禮拜我有跟大家強調嘛 就是說 很多股票都超跌了 那大部分的股票 就像我講的 大部分的股票都是遇到 兩大利空 第一叫做日元升值 那第二叫做市場擔心美國經濟衰退 大部分的股票都是遇到這兩塊利空 那唯有一個族群 他是遇到三大利空 日元升值 美國經濟衰退 加上GB200 地顏一季出貨 所以我在上禮拜五就跟大家講 在這個時間點要買的 很多股票都超跌 但是超跌也有分 打8折打7折打6折打5折 那在現在這樣的盤是要買誰 當然是買打5折的 但是一般的股票他沒辦法打到5折 一定說他要多重利空才有辦法打到5折 那我上禮拜就講了 GB200 他就叫做多重利空 因為我就跟大家說 GB200地顏的一季 拜託法人誰在管理什麼地顏一季地顏兩季 不影響啦 因為他是地顏不是消失 就跟降息一樣啊 誰管你要9月10月11月降 反正我確定你會降息 我就會直接反映到降息後的狀況 沒有錯吧 我賭定你美國會經濟衰退 我管你什麼時候衰退 我就直接反映到經濟衰退後的狀況 這就是股票市場 就是說他不會管你時間 他會反映到既定事實過後的狀況 你說 GB200地顏一季出貨 反正我管你地顏一季還是地顏兩季 我只要確定你最後是能夠出貨的 我就會下去做反映了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這個東西是消息面的物詐 很多股票都超跌 你看雙紅有沒有 3324的雙紅 上禮拜帶我們的會員去買 還不只買一次 今天賞停辦 585 直接亮燈賞停辦 所以雙紅也是啊 其實你去看喔 雙紅他也是很標準 GB200的水冷散熱 而且我就跟大家講 因為說 GP200他是地顏 而不是消失 所以 因為說市場一開始很多人會解讀說 GP200沒細暢了 很多的獲利要開始衰退 所以他殺的幅度會比較深一點 但是我上禮拜就跟大家講 他其實只要市場的信心回歸 隨便給個20倍本益比 或是說他只要漲回到原點 這個幅度就是100% 所以你看有沒有 這就超跌了 3324雙紅今天馬上漲停辦 而且我們這樣講喔 我們講一個最保守最保守最保守的價值就好 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雙紅在GB200水冷散熱 只要說順利出貨的話 2025年預估至少可以賺36到37 大概是36到37 差不多 好 那如果說以36到37的話 我們 我們不要因為說 水冷跟GB200 他的技術門檻比較高 所以市場會願意給比較高的 本益比 但是我們先不去算 我們就先算個基本就好 如果說以基本來講 雙紅明年預估要賺個36到37 給個基本20倍 700有吧 至少再怎麼爛700有吧 是不是 那 從500到700 200元 基本200元也夠賺了吧 是吧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其實說 這些股票都是超跌 都是明顯超跌 那如果說 市場的 情緒非常好 市場的信心非常高 上700元之後 往800 900 這就接近翻倍了 是吧 所以像這種股票 都是我們集中佈局的標的 包含像3017的 齊鴻也是一樣 今天最高來到605 上禮拜不論任何一天買 都是賺錢的 都是賺錢的 非常的漂亮 你看喔 齊鴻也是啊 2025預估賺35到36 我們就算最基本的本益比 就好20倍 以20倍來講 多少 700跑不掉吧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 跌到500元 這種 閉著眼睛買都可以 700跑不掉 好大家可以去做驗證 那當然說我們給的是一個 我給的是一個大方向 就是 齊鴻雙鴻長線是看好 整個GP200長線都看好 但是 精準的買賣點 什麼時間點進場 怎麼去進場 這就是我們會員的權益 所以說 GP200裡面供應鏈這麼多 資金只有一套 我怎麼去買 可以加入會員 我直接帶你來買 那包含像3013的成名店也是 成名店他是 GP200的水冷的機櫃 水冷機櫃 2025預估要賺6.5到7 我們也不要 不要給太多 6.5到7就給20倍本益比就好 基本20倍本益比就好 多少 140 就140了 140 不就回到前高了嗎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 要買就買這種股票 像是說 FOP LOP 面板 即散出型封裝 星客東傑 尤為科 很強沒有錯 這些也都是我推薦的股票 但是我就說 如果是 先不論之前 我們就單純看當下 要買的 你要買續強的股票還是買跌升的股票 沒錯吧 所以你看 3013成名店 也是一樣 成名店他主要是做水冷機櫃的組裝跟代工 是不是GP200 他又是GP200 今天再跟漲停板 103.5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其實說 你看 今天的整個族群共同店 都像我講的一樣 鴻海 廣達 成名店 雙紅 齊紅 高麗 今天的所有強勢股 哪一檔跟GP200沒有關係 是吧 這就是產業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上禮拜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時間野心要大一點 台股都跌了將近5000點了 野心要大一點 不是什麼賺一根兩根跌停板 賺一根兩根漲停板 現在我們買股票要賺的 就叫做100% 就叫做一倍 那當然說一般情況下 我不會隨便跟你講什麼 有什麼股票會漲一倍 這個太難了啦 但是因為說這一次是遇到系統性風險 所以很多股票都是多跌的 就像我講的嘛 多跌的 有沒有 股價跌50%只要漲回原點 就是獲利100% 所以這種機會是可遇不可求 要買就針對這種股票 100跌到50塊 這跌幾% 跌50% 好我們從50塊買進 漲回到100 我們賺幾% 我們賺100% 賺一倍 就是這樣的邏輯啊 所以你看 上禮拜 有沒有 其實上禮拜我買很多股票 不只散熱 還有包含平蓋股 今天也有漲停的股票 好我就先布每一檔都公佈了 就簡單給大家看幾 幾則訊息就好 有沒有 8月9號星期五 11點57分45秒3324的雙紅新會員今天可以買進 我不是加碼喔 我是上禮拜跌下來第一次進場 第一次進場 不是跟你說 不是說 不是說什麼 800賣700賣750賣650賣 不是這樣 所有會員都是上禮拜第一次進場 從上禮拜二 上禮拜三 上禮拜四 上禮拜五 都有買 就上禮拜而已 那上禮拜的價格全部都在500元上下 怎麼買都是在500元上下 今天一根漲停板上來 最高來到585 全部部位都賺錢 有沒有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嘛 先你去看喔 不管在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買意思其實都一樣啦 他都是在一個低位階的 低位階的區間 沒有錯嘛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其實說如果說 真的說回歸到操作面來看 我不會去讀禮拜四的經濟數據 我會等這個數據公佈完之後 禮拜五我再來買 不會差這一天啦 雙紅不就最好的例子 所以你看 上禮拜五買完 今天 直接 一根漲停板 這就是操跌啊 那當然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包含說 陳明店 奇紅 這些都是 那訊息我就不一當當的秀了 總之就是說在這個時間 真的一大堆超底的好股票 要買就趁現在 因為經濟衰退 這叫做假議題 只要這個假議題消失 我跟人家一堆股票都會漲回到起 起 起跌點 所以如果不知道怎麼買 那 手上持股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歡迎打電話進來 或私訊我們的Light 小老鼠 WE178 WE178 休息一下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ght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好所以其實我覺得說 美國經濟衰退這個東西 你 真的要去認真去想 認真要去講的話 他真的是有假議題 第一次說現在根本就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會衰退 各個經濟數據都是好的 都看不出來會衰退 就是 市場自己在 就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在鬧 鬧聯準會 希望聯準會給糖吃 希望聯準會去降息 就這麼簡單 但是回到現實面就像我說的 目前就沒有經濟衰退 就算真的會經濟衰退好了 好不好解決 好解決啊 聯準會降息個2碼3碼4碼5碼 只要降息降下去 我跟你講就算衰退也衰退不久 頂多衰退個1到2個月 就這樣而已 而且重點 重點在於 台股在上禮拜一 跟前一個禮拜五 大跌3000點 他已經把經濟衰退反應完畢了 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其實在接下來 不管經濟數據怎麼開 大漲小跌大漲小跌 就這樣 因為 股市反應過了嘛 股市就已經提前反應說 你經濟會衰退 先跌個3000點再說 好所以我才說 聯準會隨時會表態 超跌好股票 要買 就是趁現在 現在就要買 你說現在買是不是最低點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保證 這裡絕對是相對低的區間 就像 雙紅好了 你看 33242雙紅 上禮拜三買 隔一天被小套 上禮拜 上禮拜五 如果買的太高 尾盤 可能還被小套 但是問題是今天一根漲停板漲上來 你會再一次上禮拜五 上禮拜四 上禮拜三買的嗎 不會嘛 就是一個區間的概念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 震盪都會 這一波這樣跌下來 光是籌碼因素 絕對就會震盪 但是不要去怕震盪 因為現在一堆股票都在平底的區間 更不用說一大堆GP200相關的供應鏈 都已經 他都有翻倍的潛力 真的 他都有翻倍的潛力在 而且如果說之後 更確定的說 GP200他出貨其實是 不太會受到影響 這些股票一定都會漲回原點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包含說像是3663的新科也是 有沒有 先進封裝這一塊相對也是強勢 但就像我講的 回歸到操作面 這些我會續報 你有都可以續報 沒有問題 新科冬節有微科 續報可以 但是你說現在空手能不能買 不是不能買 是他的CP值不高吧 是不是 你看喔 3663的新科非常強 7月2號 61.9 這波幾乎是沒有漲 幾乎是沒有跌到 今天最高還來到 101.5 有微科 今天也是相對強勢 今天已經站上了 月線的位置 跟 東傑 有沒有 今天 一度也是站上月線的位置 這些都很強勢 都可以續報 但是你去想 這些股票 漲30%比較簡單 還是 齊鴻 漲30%比較簡單 是吧 還是說 3661的 市新漲30%比較簡單 當然是這些跌生的呀 就像我講這些跌生的股票 都是有翻倍的潛力在 所以要買現在就是買這種 包括說3443的 創意也是 創意今天最高 今天是收盤收在 1060元 目前都是一個 便宜的價位 這些之後我都會慢慢去做切入 那還有包含像是 平蓋股 平蓋股 也很值得下去做留意 花通 4958的真頂 6278的台表科 這些 這些其實位階相對都是非常的低 所以把握機會 現在盤勢 真的還是有一大堆 超底好股票 要買就趁現在 因為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很多股票你現在一定要買 很多 我等到 美國確定經濟不會衰退 等聯存會確定表態我再來買 到時候你就只能買原價 所有事情都是這樣 在有風險 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之下 才會有超額的利潤 你的所有事件都成定局 所有事件都已經 穩定了 到時候不會有什麼超額買點 所以把握機會不知道買什麼 不知道這些股票哪些 是有機會翻倍的 打電話進來 或是去我們的Light 小老鼠 WE178 WE178 我們節目上講的就是一個大方向 想要知道說這個族群哪一檔股票最好 什麼時間可以買 歡迎加入操作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ght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墨爾證券投顧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まだ好難 我們下單 我們下單 我們下單